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姐妹晚安 晚安 非常感謝主的恩典我們有這個機會 在這裡一起查考聖經 上個禮拜 前天 前天 我們最後講了一個例子 就是長大麻瘋的例子 不曉得過去你怎麼讀這段聖經 經過從聖經的講解 我們可以看見這個不是一個單純的神機 這個神機的背後 還有非常完整的救恩的意義 這就是我要讓大家知道 這個神機背後有完整的意義 但很多時候 我們對福音了解的不完整 以至於我們不論是傳福音 或者說是 不論我們的傳福音 或者我們自己信福音的時候 都可能信得不完全 所以透過這個神機我們看見 原來這個長大麻瘋的 他的恩典只要了一半 對不對 他被主耶穌接近以後 他沒有照主耶穌的吩咐 去給祭司查看 他就開始去宣傳 耶穌在他的身上 做了何等大的事 那當然這是一件 看起來是個好事 那實際上是不夠完全的 那聖經讓我們看見 這個神機的裡面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步驟 包含麻瘋病的條例在裡面 一個麻瘋病得醫治以後 他要經歷好多步驟 才真正算是解禁 所以我們看見 主耶穌的捷徑是身體的 那律法的捷徑他才真正有 所以這個整個神機 是讓我們知道 為什麼神要在麻瘋病的身上 有這麼多的要求 那我們從這個角度來思想 今天很多基督徒犯的問題 大概也蠻類似的 我們舉手決志 以為就信耶穌了 就完全了 那其實不是 我們要把主權交出來 那我們要去對付 我們跟別人之間那種虧欠 所以信耶穌不要信一半 那主權交出來當然最重要 如果一個人信了耶穌 他還自己當老大 你想他生命的見證可能會好嗎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是我們很多時候 看見一個神機背後 其實把一個非常完整的 救恩的意義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不會查清 那我們可能也查一半 哇這個神機 好了不起啊 主耶穌教一個長大麻瘋的節慶 那當然我們難體會 那當然我們難體會 為什麼耶穌會叫他去給祭司查看 不要他去到處宣揚 但其實不是 只要他查看過以後 對眾人做證據 那個次序我們要搞得很清楚 好今天我要繼續跟大家思想 那關於聖經裡面的啟示 有上帝要告訴我們的信息 比方說 除埃及記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 除埃及記 我們把它定了五個大的段落 然後加上其中一個重點 分散在整個 除埃及記裡面 我們看起來六個重點 對不對 埃及為怒 神是神救 曠野形成 頒布律法 啟示會怒 遞事加難 請問 如果你看了這六個段落 你覺得 當然我已經稍微解釋過 你沒有概念 你覺得上帝是要告訴我們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歷史 還是要告訴我們救恩 我的意思最主要 當然歷史是表象結構 那你覺得上帝 把它啟示在聖經裡面 是要我們認識出埃及的歷史呢 還是要讓我們認識救恩 如果我們從這裡看見救恩 那當然我們清楚 聖經主要的目的 不是告訴你以色列的歷史 它的歷史跟我們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的意思 就算你不明白它的歷史又怎麼樣 但是你不明白上帝的救恩 事情就大了 這是第一個 看是不是這樣 主要是不是告訴我們救恩呢 那對歷史 拜登的歷史 那是個要求的 盡量的歷史 这是西伯来书第二章段新闻 不晓得你知不知道西伯来书的作者在讲什么 西伯来书的作者其实就是引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 他要借着败败拿掌使权的救世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身imparse而为奴仆的人 以色列人当初怕死他做法道的奴仆 今天还有很多人宁愿在世界上做罪的奴仆 他不了解那个结果 所以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道神肉身 不是要救把天使 只要救把亚伯来的后领 那谁是亚伯来的后领 从历史上看 以色列人 从救恩里面看是谁 就是我们的 这是西伯来书让我们看见 当然不仅是这样 我等一下有后面有张图 我可能让他看会更清楚 那我们再看墨西五经 我曾经讲过墨西五经五个卷题 其实这些卷题是环环相扣 创造堕落 以后就为奴于拯救 堕落以后就成为奴仆 莫不由神要来拯救 然后被拯救的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要侍奉神 生活见证神 那民宿记告诉我们 以色列旷野的形成 也是看见他们信心的成长 那最后生命记 让我们感觉 原来他们有个派访 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家囊 请问这墨西五经 这五个经卷 主要是要让我们明白 以色列的历史 还是要把整个救恩的发展 那个大的蓝图告诉我们 当然我们再看看罗马书十五章 第四节 把我们翻一起读 翻一起读 翻到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了吗 请来看你们的圣经 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 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一起读 请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要我们因圣经所生的人爱和安慰 可以得到盼望 你看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所写的 都是就包含了创世纪 一直以后 都是为教训我们所写的 叫我们可以因着圣经所产生的 忍耐安慰可以得到盼望 请问如果墨西里经只是以色列的历史 那跟我们的盼望有什么关系啊 跟我们忍耐安慰有什么关系啊 那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从救恩的角度看 那我们一样有盼望嘛 你看以色列人 他们盼望那个迦南地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盼望什么 另有一安息的安息 为我们成留啊 所以你可以看见 圣经最主要的用意啊 其实不许告诉我们 犹太人的历史 生人的历史 最主要就是把上帝救恩的信息告诉我们 这就是我们读圣经很重要 要明白上帝到底对我们说什么 这是很重要 如果你不明白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 那就不会有真正的那种信息产生 好 我刚才讲了摩西五经 那我就用希伯来书和摩西五经做个对照 一方面让你们看见旧恩的架构 一方面让你们看见希伯来书 其实就是解释摩西五经的一卷书 我可以说希伯来书是新约的摩西五经 我用三个框框 一个是小的 一个是最大 一个是充满荣耀 我用金黄色来表达 而创世纪 我们知道创世纪很简单是在讲 以色列人为怒之前 人的堕落 在这个部分也不讲 我这边主要讲出埃及记到迦南 那出埃及记就是讲以色列人怎么样从埃及为奴被救出来 之后出埃及记记到哪边呢 记到会墓被设立完成 对不对 出埃及记第四十章 最后一章是讲到会墓 什么安理 出埃及最后一章就讲会墓 我们刚才知道 那之后呢 我们看民宿纪 民宿纪 立位纪讲 立位纪主要就是在讲会墓 立位纪 祭司的国度 圣节的国墓 那个祭司县系 那主要在会墓 那你说 后面讲圣节跟会墓没有关系 其实还是有关系 因为他们生活的中心 你可以看到 后面好多地方还是提到会墓 生活的中心包含 两只赎碎的羊 都是在会墓 所以立位纪 很主要的内容 就是在讲会墓的生活 可以怎么说 那民宿纪呢 民宿纪就是讲会墓 设立之后 第二年 第二月他们数点军队 又开始走 一直走到迦南地的门口 对不对 这是民宿纪 那生命纪呢 就是在迦南地的门口 墓西讲上帝 重新给他的话 再次用迦南地跟律法 提醒以色列百姓 所以生命纪呢 就是在迦南地的门口 在这个门口干什么 要他们相信神对迦南的应许 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盼望就是在迦南 所以你可以赶紧吗 墓西五经用这张图 可以显示他们的相对位置 有没有人搞不清楚的 连得起来吗 连不连得起来 好 如果连得起来 那我再请大家翻到西伯来书看看 西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四五 好像刚才读过了 西伯来书可以说就是以这个图 这个图当作一个架构 它是其中的内容 那西伯来书的十二章 我们来看一下 十二章再讲 请翻到西伯来书十二章 开头讲 脱离文艺 十二章讲 请翻到西伯来书第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 好吧一起读过去 我们一起读过这些人 如同云彩的教育 就当方法所要的重担 如同云彩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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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同云彩的灵魂 便坐在上去 保重与幽言 OK 你看十二章这边讲得很清楚 它说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就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方向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残害我们的罪 等到百丈劫道的路程 请问这些路程是什么路程 这个路程是什么路程 简单说就是天路 对不对 就是一个天路 请我们看十一章十六节 这许多见证人 这许多见证人见证什么呢 十一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 请 好 你看见 这些人 这么多的见证人 其实他们的目标都在哪里 目标就是更美的家乡 所以希伯来书等于说 想到我们从为怒之地 被拯救出来 原来是在撒旦的泉下 一生帕斯的温农仆 被拯救出来 有在奔一个天路 在奔走天路 这个天路有个盼望 就是那座有根基的城 上帝为他百姓设立的 希伯来书的最主要内容在讲 希伯来书的主要内容 其实就是在讲会幕 如果你去回忆 讲到那个更美的记录 讲到更美的大祭司 讲到带领我们进入曼内 所以至圣所都是在讲会幕 说一个非常有名的神的仆人 叫穆安德烈 不晓得没有人听过 当然已经不在 他把希伯来书的注解 给了一个名字叫至圣所 至圣所 我觉得也蛮好的 至圣所 后来我发现也有一个神的使女 写的希伯来书注释 也是讲这个至圣所 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至圣所 为什么它重要 至圣所就是我们现在奔走天路的生活 我们看起来在奔走天路 但是一路上就会幕随行 那会幕不是给你做好看的 会幕主要就是建立我们跟神的什么 那种互动的关系 那叫会幕 如果基督徒没有会幕生活 很多问题就浮现 因为你跟神没有交通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可以看见 希伯来书其实 就是新约一卷解释摩西五经的书 连不连得起来 如果你墨西五经读不清楚 你读希伯来书一定读不到 如果你墨西五经读得很清楚 你读希伯来书就非常有领受 那当然我们从希伯来书 我们从希伯来书再去看墨西五经 我们也格外容易体会 包括原来神是在讲什么 那我讲这个用意 最主要让他知道 圣经不是告诉你历史 圣经主要把上帝的救恩 启示给我们知道 所以你如果没有明白 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 也可能就是白痴黑痣 读了很多相关的东西 但读不懂上帝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 他称摩西五经 那这个会目的里面 其实有四个很重要的内容 我在这边顺便跟大家讲 不论是利非基 不论是希伯来书 都有四个很重要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讲到救恩的凭借 比方说 以色列人要献祭 要借着什么 寄生的血 对不对 才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 而入不留血 最不得赦免 当然我们知道那只羔羊 不是讲的 那个真正的羔羊 我的意思是那只羊 上面真正要让我们知道 是那个上帝的羔羊 所背负世人罪孽 那以后呢 这个利非基在讲什么 第一个关系的恢复 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对不对 神在会目呼叫 告诉你有一条路通乱 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那就是利非基 希伯来书 我们借着耶稣的血会 我们开了一条 又行我的路 那就是关系的恢复 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 那第二个呢 第三个呢 地位的恢复 有君尊的祭司 我了不起 我们地位的恢复 我们重新回到神的子民 当然更了不起的是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还有生命的恢复 什么叫生命的恢复 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度 圣洁就是讲生命 生命的恢复 对不对 关系的恢复 生命的恢复 好 所以各位弟兄 我们了解 圣经讲到旧恩 很重要 其实有三个恢复 第一个恢复什么 关系的恢复 远离神的人 可以亲近 第二个 地位的恢复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那是地位的恢复 第三个 生命的恢复 这样有概念了 对不对 有概念 现在我就要进一步 这个部分我很快带一下 因为不是我讲的重点 如果每个重点都讲 那时间一定不够 所以我带一下 如果以后你们拿到书 你们再比较仔细看 当然这个圣经有经意 就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 但是呢 我们在读这些经意的时候 要提防 很多时候 我们解圣经 会凭着自己的感觉在解释 那这个容易出问题的啊 那第一个 不可以和字面的意思相违背 不管你怎么解 你不可以和字面的意思相违背 比方说方言的问题啊 保罗明明讲 其都是说方言的嘛 那现在偏偏有领恩派 说每个得救的人都应该说方言 所以方言就成为得救的凭据 那这个就过头了啊 过头了 欸 真耶稣教会就是这样讲 他们高举方言道 方言就是得救的凭据啊 当然他有一个逻辑啊 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凭据 圣灵充满就是你得救的凭据 所以这个逻辑一拉 就变成方言是最大 当然还有 心腹啊 我们知道东方闪电 在讲到基督的再来 是女性的基督啊 好像我跟你们讲 我前不久 我在这个麦当劳看书 看圣经 结果姊妹 我不能请她姊妹 一个女性过来 她说我跟你谈 谈圣经好不好 我说当然好啊 她就二所 她说你知道吗 末后的上帝 是这个以母亲的上帝出现 母亲的上帝 她为什么这样呢 你看启示录 讲到新耶路撒冷 也不是讲到那个心腹 装饰整齐啊 她说那个心腹就是指上帝了 所以她不知道 刚好碰到一个牧师 其实升学院长 后来我跟她拿经文对照 她就去走了 她知道没有办法跟我 她走了 这个明明是跟字面相对 新耶路撒冷 由天而降 新腹装扮整齐 那个新腹当然就是新耶路撒冷 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新腹 这很容易理解 那第三个 要有清楚圣经的根据 不是寒暗虎虎的 或者单凭想象 这都很容易出问题 你知道今天这个领恩派 有些领恩派 很喜欢讲异梦 异想 这个很多聚会啊 在那边干什么 到最后一段时间 就今天看上帝给我们什么异梦 真是有名 有一次我听到他们讲异梦 有个人说 要不让他看到上帝 显示一个三角形 他说我们当中 有人大概陷在三角恋爱的里面 我说三角形 你可以从千百种的角度去解释它 对不对 为什么偏偏是三角恋爱 对不对 我们的神就是三个一体的神 那个三角形 太多角度去解释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呢 没有清楚圣经的根据 把那个十六行传第二章解错 那段其实有正确的解释 还有余月节的羔羊基督被杀陷阱 你看这个很清楚啊 对不对 余月节的羔羊 点得清清楚楚 因为我们余月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陷 一点都不含乎 所以我们特别是刚开始去明白上帝旨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清楚圣经的根据 当然圣经根据又有很多层次 我今天主要跟你们讲这个啊 还有第三个重点 不能使用一处经文就下经文 这个非常危险 整本圣经是一体 比方说 昨天在这个 这个下围大学 看到那个下午 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会 摆了好多摊子啊 在那个送资料 耶和华见证人会 就说这个耶稣是比较小的神 知道吗 父彼此大 他就引用约翰福音 耶稣讲过一句话 其实这个是一处经文 就要把圣经很多其他经文推翻 比方说耶稣讲过 父与子元为一 父与元为一 很多类似 道就是神 这个很多类似的经文 那他就视而不见 那有问题 还有摩门教也是这样 你知道摩门教可以为使人受洗吗 所以有些中国人比较喜欢信摩门教 用办法使老板 他没有机会听福音怎么办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可以为他受洗 为使人受洗 引用哥林多前书15章 那个15章 你不要说只有一处 报道谈到使人受洗 那个怎么解 那个四经学上有很重要的 这种根据 所以这都是很容易出问题 所以我只是很快提想 有三个方面 大家一定要留意 要想轻易解经的时候 第一个 你一定要注意 不可以 不能和字面的意思相为配 第二个 我们要有清楚的圣经跟语 第三个 不能根据一起的经文 不能跟 一起跟整体圣经的概念相提出 那整体圣经概念是有完整的架构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 那这是基本概念 那今天我要跟他谈两个东西 那我讲到要明白上帝 传给我们的信息 最主要要进入圣灵的思想 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 也就是神总默示 那个真正的作者是圣灵 请注意 我这边特别强调 真正的作者是圣灵 所以呢 那我们必须要跟圣灵同步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思想 来分析神的话 那这是大概念 大概念 如果用自己的思想来分析 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那我现在讲几个重点 让他体会什么叫圣灵的思想 比方我们要体会神的心 比方神说 要祂纪念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约 在新约的里面 主耶稣也提过 神是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当然旧约也出现了很多次 那为什么把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这三个名字放在一起 又不多又不少 我这边问两个问题 为什么不说 亚伯拉以撒雅各约瑟 的约 因为 创世纪四大事件 四大人物 对不对 四大人物就包含了约瑟 为什么上帝讲到他的应许 约瑟给约了 这是第一个 那为什么不少一个 干脆讲 亚伯拉以撒雅各的约 好像口气上也比较顺一点 讲三个名字 总归比较复杂 对不对 神讲 我要纪念我与亚伯拉以撒 所义的约 圣经不是这样讲 每当讲到这个应许的时候 神一定提这三个名字 我们看一下 初爱奇迹的三章 不是只有出现一次 太多次了 我只是举个例子 第二章二十四节 初爱奇迹第二章二十四节 找到了吗 OK 找到一起读 请 上帝一天 他不再爱神 就祈奏阿里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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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上帝为什么祈奏以撒雅各 因为祈奏亚伯拉以撒雅各 所立的约 由圣经 一讲到这个约 通常就三个名字一起提 讲到神是亚伯拉以撒雅各 也三个名字一起提 那为什么不提 这个约瑟 为什么不省略雅各 这很有趣的事 好 那我这边讲 你要体会神的心 慢慢你要熟悉 圣经说话的模式 其实圣经有他说话的模式 就好像李牧师的讲道 他讲道的风格 那我今天特别读他的讲章 他的讲章非常不错 那有他的风格 那我的讲道也有我的风格 不用长老讲到他的风格 每个人讲的是他说话的模式 那我们注意啊 那这个约 他们三个人所承受的约 都是相同的应许 但是他们三个人的经历 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们熟悉这三个人的经历 我想请问你 喜欢当亚伯拉罕 还喜欢当雅各 还喜欢当你伊萨 伊萨 如果这三个人要你挑一个 你想挑谁 伊萨 我你们真聪明啊 你们都会挑伊萨 那这三个人的经历 完全不一样 亚伯拉罕 信心 对不对 亚伯拉罕信 神就算给他的意 亚伯拉罕是信心 新约讲到亚伯拉罕就讲信心 第二个呢 伊萨 就是蒙福 对不对 太蒙福 难怪我们这一大姐妹 一定挑伊萨 连娶老婆都是 爸爸帮他那位好 所有的产业都交给伊萨 然后别人饥荒 以萨收成多少倍 别人饥荒啊 菲律师地道饥荒 以萨收成百倍 能去读创世纪二十六章 别人饥荒他收成百倍 所以伊萨 伊萨就是蒙福 有没有人自愿当雅各 他就开始了 所以二十年在拉伯手下 白日收尽甘休 夜间收尽寒双明干 多苦啊 甚至苦 OK 这三个人是完全不同的经验 但是上帝要把这三个人 放在同一个应许 他们得的应许完全一样 地上的万国 要因你的侯以得福 没有问题的 上帝的应许完全一样 OK 但是为什么 相同的应许 完全不同的经历 这就是要去体会神为什么这样安排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读圣经 真是不是用脑袋分析的 要去体会神为什么这样安排 那你去体会明白 就知道 亚伯拉罕 他一生就信心嘛 你看移民是信心 然后献杀是信心 这个神叫他像 他的后遇叫像天上的星海 圆的杀 他就信 所以每样他都信 亚伯拉罕一生的信 特质就是信心 信心什么 信心就是得救的门路 对不对 因信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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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亚伯拉罕 就成为因信成义的见证 以撒是蒙福 蒙福是什么 蒙福就是得救的地位 好 第三个雅各是什么 受福 受福是什么 救恩的过程跟目标 那什么叫救恩的过程 因为上帝要在每个得救的人身上 做成他的工作 以至于 亚各不再叫亚各 要叫什么 以色列 我讲过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 就上帝荣耀的彰显 所以这三个人 三个不同的经历 为要把救恩跟我们的三层关系 把它限 请问你到底是 以色列还是雅各 他是雅各 所以你说我不要当雅各 你也非当不可 因为上帝在你的经历里面 就排了雅各 但是也不要吃醋 上帝也给你以色列的地位 我们看保罗的救恩论 其实就用这三个人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罗马书也好 加拿大书也好 其实就讲这三个人 你不要以为 保罗的东西多高深 其实就是旧约的解释 好 我们来读这几节经文来 第一个 第一个 我先说 你不认识的解释 我先说这三个人 在你身上的 你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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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你身上的 你身上的 那 MIL-T 我们看起来 保罗讲教了他的主 讲求恩就替这三个名字 先提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就是信心的见证 请不要忘记保罗这么说 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上帝早就这样看 早就这样安排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 也就是说 上帝两位亚伯拉罕的经历 是为了我们要明白 原来以信为本的人和亚伯拉罕 一同得福 懂这意思吗 神早就看明了 预先看明了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 这边说的 凭着应许主要人如同以撒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 那个后裔的地位 后世的地位 后世就承受产业了 这样写明出来 就是神的以色列 这新一本翻译 这不是合本 合本翻译就是神的以色列名 其实不是合神的以色列名 其实不是合 应该讲就是 就是神的以色列名 那所以我们看见 那个新造的人 或者那个新生命的彰显 就是亚格 就是以色列的将 清楚的就是以色列 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九 三十点边讲到 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应 叫爱神灵得一处 就是按他指引被造的人 所招来的人 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叫他们效法神儿子的模样 那我们都是亚格 但神在武圣上的目标 祂做了很多人的工作 为了叫我们有一天 像神的儿子 OK 所以你可以体会吗 原来上帝量这三个人 不是为了 让我们知道 这三个人好伟大 只要我们认识 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我们得救 原来就这三个人的经历 第一个我们信心入宁 第二个我们得做后世的地位 就是神儿子的地位 第三个我们被神造作 成有一天神荣耀的形象 要从身上彰显出来 这是明白经历 明白经历 现在我要讲 怎么进入作者的灵难 怎么去明白这感动 我前面两点我很快带 我后面两点 会比较仔细 因为前面两点 你们应该不容易理解 第一个 你要依据经文中的解释 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 本身就有解释了 比方说杀种的比喻 你需要伤痛脑群去想 为什么有这几种杀种的模式 不用 主耶稣后面就解释了 什么叫土浅石头地 什么叫荆棘 很清楚 第二个保罗讲到 你们要把旧家除去 好使你们成为新团 那边讲到基督就是 月节的高粱 教育就是无效的灭 那个本身就在解释了 所以不需要伤痛脑筋 第二处呢 就是旁处经文的影证 为什么要你们速读圣经 很快读手了 有时候你会联想到 相关的经文 我速读的时候 常常有这种感受 前几天刚好读过的 然后今天又读到一个相关 马上我就连起来了 速读的好处 比方说 旁处经文的表样 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章 就讲到 会目就是现今的表样 什么表样 就是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 那当然你从这个角度去 看旧约的会目 也比较有方向的 你不会一头再进去 不知道会目在讲什么 你已经有个方向 是讲到我们跟基督的关系 等一下我会用个图 让大家更了解 那这个是前面两个 这个是前面两个 比亚罗密 我将带一下 现在我跟大家讲两个重点 是一般读经的人 比较没有注意的 也比较不了解的 第一个 读圣经 要有结构性的思维 第二个 要有圣经的思维 那什么叫结构性的思维 就是说你看圣经 你不要切地看 你要整体看 就要像虾子摸像 虾子 他没有看到像 他就乱解一通 如果你看到一个像 你就看到 你知道你摸那个姿势的 就是像个叫 我举几个例子 让大家明白 结构性的思维 就是由整段经文的架构 所得着的理解 这样的一个理解 是非常strong 非常solid 非常坚实 因为你是有整段架构 你看得会比较清楚 那问题是 很多时候 我们的读经 常随着美学读经思维 或者说一些注释书 他都是一小段一小段 给你解释 所以不知不觉 我们的思维变成零碎 变成零碎 这是很多人读经的时候 为什么看起来 没有那么宏观的气势 原因在这里 当然我不是说 每一句读经是一小段一小段 不好 有它的功能 但是当你随着读的时候 你要自己设法建立 那个结构性的思维 我去几个例子 第一个 马赛福音 第一章二到十四节 请我们翻详 应该说到十七节 马赛福音 请翻到第一章 这是耶稣的家谱 你们都很熟的 耶稣的家谱 有没有留意到 马赛把耶稣的家谱 分成三个十四代 所以他最后下结论 十七节 这样从亚伯拉尔到大卫 共有十四代 从大卫到 牵制巴比伦的时候 也有十四代 从牵制巴比伦的时候 到基督 也有十四代 所以很显然 马太子在做一个 结构性的提示 如果你们去算 那个家谱 你发现 三个十四代 不是完全等的 有的十三代 他说十四代 有的比十四代多 他是十四代 所以他的重点 很显然是让你知道 马赛福音 这个耶稣的家谱 是三个十四代的呈现 这是一种结构性 结构性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结构性 你不了解 马太家谱的要点在哪里 那首先 我们要知道 如果知道 这基督的家谱 我应该不能讲基督 如果知道 耶稣基督是弥赛 如果有一个人说 我就是基督 你要不要信 那当然 今天你都不会信 因为基督已经来了 如果回到耶稣的时代 有个人说 我就是基督 你怎么判断 出生马 出生的来历 出生的来历 家谱 就是 印证一个人出生 非常重要的依据 对不对 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请注意 马太福音的家谱 去讲到三个应许要后议 这又讲到旧约 只有结构性 哪三个应许呢 一开始就讲 亚伯兰的后议大会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族 你看 很清楚 两个后议出来 子孙 这个后议 原文都说后议 你分子孙也可以 意思是一样 也简单说就是亚伯兰的后台 我是大会的后台 或者原文甚至做儿子 那更有意思了 那亚伯兰的后议 大会的子孙 两个后议了 第三个呢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是从什么 看到没有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从玛利亚生的十六节 所以马太福音的家族 实际上讲到 耶稣基督 就是三个应许的后议 你们知道旧约 怎么讲耶稣基督 预言耶稣吗 当然你会说很多预言 我可以跟你说 最主要的诅咒 就是这三个应许 对不对 因为这三个应许 印象祂的身份 跟祂来的目的 第一个 亚伯兰的后议 刚才我们进度过 第三个万国 都以你的后议得福 感觉是 大会的子孙 神应许大会的会 要坐在祂的宝座上 对不对 以赛亚不是这样讲吗 因有一婴还为我们 而神有一只赐给我们 正全彼丹在祂的肩头上 祂名称为奇妙 测试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彼的君子 祂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所以大卫的子孙 是第二个身份 当然 大卫的子孙一定是亚伯兰的后议 对不对 因为大卫是亚伯兰的后议 第三个 女人的后议是从什么时候应许的 创世纪 亚当犯罪过 神应许女人的后议 要打上神的头 因为上帝的议许非常清楚 有清楚结构性的 所以任何一个人来 不能够满足这三个后议 是不是彼赛亚 不是啊 大卫的子孙多不多 多不多 多 这个女人的后议 还必须是大卫的子孙 这种脉络 是一气合成 你注意啊 这三个后议的义 我后面没写 后面没写 其实这三个后议 又它重要的义 亚伯兰的后议是叫什么 万国得福 大卫的子孙是什么 君王 治理上帝的国 对不对 女人的后议呢 刚才我们读西伯来说讲过 特要借着是拜乖上师天的魔鬼 圆了后要打上蛇的头 那个蛇就是魔鬼的象征嘛 因为其实路讲到 大龙就是骨蛇 骨蛇只有一处地方出现 就是创世纪 所以这三个刚好讲的 就那三方面 讲到 你看亚伯兰的后议 是讲到什么 讲到得福 那个福什么福呢 那个福 就是我们跟上帝 关系的恢复 对不对 挂在石架上 为我们受 叫我们得出所应许的圣名 就是亚伯兰的福 就是所应许的圣名 所以你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 也得了得基业的平均 大卫的子孙 是讲到神的果 救恩的目标 刚才我们读到希伯老师 我们既得了不能振动的果 就要改恩 上帝的目标 是我们庆祝基督的果 女人的后议呢 砍断仇敌的权势 对不对 破坏这个仇敌的权势 就为那三个方面 一个是关系 一个是神的国度目标 一个是什么 我们 他把我们从 撒旦的权势下救出来 而实际上 实际上 这三个应许的后议 你们要聊这个很清楚 你们觉得圣经很伟大 所以你们都不是很破碎 你知道 马太福音 重点放在哪一个 这三个的哪一个 马太福音 大卫的子孙 所以马太福音 其实这句话 是大卫放在前面 大卫的儿子 亚伯拉恩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家父 真正说大卫的子孙 所以马太福音讲大卫的子孙 那马可福音呢 马可福音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马可福音是一本写给外邦人的书 要传福音给万民听 所以万民都应 因为亚伯拉恩福就叫地藏万福音 那路加福音呢 有没有人听说 听说过路加福音的主题 主要讲了仁慈的福音 仁慈的福音 女人的后语 女人的后语 可以成为这三个后语 所以四福音 四卷 十五 十卷 好 有一点概念了 有一点 你看圣经有结构性 对不对 有没有结构性 非常有结构性 我讲完这个 我们修习 那三个十四代也是一样 为什么三个十四代 第一个十四代 亚伯拉恩到大卫王 如果你们有旧的这种和本 那你们现在做恒事 你会注意到 那个在大卫王 耶稀僧大卫王 那个王将那个圈圈 表这个是一大段 第一大段 是从亚伯拉恩到大卫王 第二大段是从大卫 从乌利亚的七生所同门开始 一直到贝鲁巴比勒 第三大段是什么 贝鲁以后到基督 你看 为什么要这三个十四代 第一个十四代 是启示的十四代 为什么 无论女人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跟亚伯拉恩后裔 都是在这一个阶段 请你们注意 这是个十四代里面 很多的人物 都是那个启示性的人物 你看就知道 那大卫犯罪以后 就讲到人国的失败 大卫也失败 所罗命也失败 而且每况愈下 到最后被弄 那意思说 人的国没有办法成就上帝的计划 对不对 今天有人讲社会福音 以为人可以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 也不可能的 人的罪信 怎么可能 第三个就是 背语到基督 上帝所预备的过来道 所以马赛福音是有结构性的提示 当然从这个结构性的提示 我们也可以看见旧约的启示 本来就有结构性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旧约的启示 你从这个家族看见 旧约的启示 本来就有结构性 这非常有大字 我才会讲 圣经好像上帝建政的基因 一盘一盘扣起来 那就觉得上帝的启示 太无大 不是人的脑袋想出来 而且这里面包含了历史 它不仅启示 也要成就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 我们八点分回了 我在上一堂讲解 其实不仅我举的这个例子 这个马赛福音的讲 我们从出埃及其的结构也好 从摩西五星的结构也好 从亚伯达尼撒尼拉格的神 这些你看见圣经的其实都是有结构性的特别 它都不是单独突然冒出来一个东西 有非常清楚的结构性 刚才有一个人 因为我前天讲过 今天应该可以带来创世纪 那讲到经文的结构性 那我也就把这个创世纪的结构查经 提前跟弟兄姐妹的分享 来讲明天 不过现在讲也行 那明天我就正式进入摩西五经 怎么读卷摩西五经当的范例 那我们要讲创世纪查经呢 我想先读几处的圣经 我们要读卷摩西五经当的范例 其上的果子好多的食物 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墾叶三个树 这请读卷摩西五经当的范例 好请我们再读第四章第十六节 请 我们读卷摩西五经当的范例 我们读卷摩西五经当的范例 好 这个请我们读第五十章 五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 创世纪题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六 处论 请 我们读卷摩西五经当的范例 一人的范例 就参加七五经当的范例 所以要没有想象 在日本范例 那几十四分 那几十六节 一人的范例 对自己的范例 的范例 我们刚才读了《创世纪》头尾 从第二章一直读到第五十章最后的几节经文 我不晓得你过去认为《创世纪》到底在讲什么 你们过去认为《创世纪》在讲什么 创造跟堕落 以色列人 人类开始导致 这是从表象意识的发展 那还有没有呢 最核心的内容要告诉你什么 到底神要透过 如果从信息的角度 你认为上帝透过这本书 要告诉你什么 救人的关系 谁们从亚伯拉以色亚哥 很好 你们都读到抓到一些东西 我帮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这里看看 会不会让你们感觉对《创世纪》的见解 会更深入一点 首先我们还是从大段上来看 《创世纪》通常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个讲创造 第二个讲堕落 这是从事情的发展性 第三个讲 潜血 对不对 十二章开始 讲到神 潜血四个人 亚伯拉 以色亚哥 约瑟 OK 堕落当然也显出三波 就是四大事件 三大事件 是分别三个数的大事件 大红水 大别塔 这显明人的堕落越来越深 这三个段落 那这个段落到底 你们讲些什么东西呢 《创世纪》又讲了三个重点 如果从内容的重点上 我也把它分成三大重点 第一个讲到创造的神 创造的神是人生命的本源 第二个讲到尊贵的人 上帝最独特的创造 对不对 最独特的生命 最独特的创造 第三个阶段 大概你们就比较没有注意了 人当走河路 就是活路还是死路 活路还是死路 所以《创世纪》 基本上讲这三件事 有没有人知道 上帝几次讲到 他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 或者央视造 王师傅不要回答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几次 这三次是非常重要 第一次是 第一章26节 讲到上帝创造犯我 他就教给人 因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 央视造 第二章就是亚当的家福 讲到生命的传承 第三个就是 我们前两天在讲到 这个不可流人血 还人命 那前面就讲到 上 那个原因就讲到 上帝造人 是按照他的形象 是造 OK 所以那是关乎人的伦理 你不要以为这三处是重复 这三处又有结构性能 各有他的重点 人当走的路 那为什么我讲活路跟死路呢 其实人的路没有第三条 要么活 要么死 没有什么半死不活 或者小孩两条传 没有这样的 要么就是走到一条死路 要么走到一条活路 就像主耶稣讲到 有两个门 一个又宽又大 引到永生 要引到死亡 一个是又窄又小 进去的人也少 但是引到永生 就这两条路 创世纪就讲到活路还是死路 所以很显然生跟死 或者活跟死 是创世纪的重点 这是关乎路 为什么创世纪那么多 讲到生跟死 或者生代表活 所以这两件事都关乎人的路 第一个我就发现 创世纪是一个生命的书 生这个词 在创世纪中有两百多次 你不难想象 因为家谱里面就出现多少次 亚布兰 神以撒 神亚和 当然创世纪不是这么讲的 家谱里面就很多次 当然除了家谱以外 你看第一个就讲 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 对不对 创造万物以后 原子当然有生命树 所以生命树就是生的代表 活就是生命的象征 死了就永远活着 所以活跟生一个动词 或者形容词 一个是名词 我们可以理解 生命的书 另外呢 《创世纪》也是一本讲死亡的书 死亡的书 代表就是死 吃分别三个书的日子 必定死 死这个词在创世纪 一共有八十多次 最后一件交代的事情就是 约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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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创世纪开头将死 到最后还是在将死 分别三个书在将死 最后交代的还是将死 所以显然生跟死 是创世纪很重要的重点 当然这个死还不仅 最后交代死 你看创世纪有没有记载亚布兰的死 有没有记载撒拉的死 有没有记载以撒的死 有没有记载亚哥的死 最后记载约瑟的死 所以创世纪 其实把这些人物的死 都记得很详细 有它的原因的 创世纪 一个讲生 一个讲死 这三件死 我的意思 创造了神尊贵的人 跟人的活路 生死赐路 这就是人活在世界上 都必须知道 今天很多人的一生出问题 第一个他没有搞清楚 人的生命是从上帝而来 对不对 他不信神 当然有问题 容易出问题 第二个呢 没有搞清楚人是怎么回事 把人当作高等有智慧的动物 你说出问题不出问题 对不对 动物哪里讲究道德 动物其实是讲究厉害 生存 所以今天很多人的问题 第一个没有认识神 第二个没有认识人 所以我们的自我形象 破碎 都跟第二点关系 第三点就是 不知道路 走到死路还以为活路 活路还以为死路 像 以扫就是以动物 就是一个例子 那创世纪 所以创世纪讲三件事 创造了很尊贵的人 生和死 把我们一起说一遍 第一个讲 创造了死 第二个 第三个是 生和死 当然生和死 也是人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件大事 两件大事 而怎么知道 创世纪在讲这些东西 等一下我们会看就了解了 所以如果我们大概有点概念 我就为创世纪写一首诗 我觉得很难表达 神造万物 人独尊 因为 只有人最尊贵 按照神的形象要造 始祖为命 罪禅生 违背神的命令 从此 罪就进入世界 抓住人不放 才会有三波的堕落 还没有办法解决 第三个就是 死死死死 死死死 生生生生 生生生 没有味道 但是也没有味道 七个死 七个生 七个死 为什么我要 一连串的用死 就是让大家印象深刻 死死死死死死死 就是人走的那条死路 其实圣经讲了七次 那十四岁的结果 强调的重点 七次 等一下我们看什么叫 七次不止七次 重大了七次 生是为 为神为人预备的出路 一样有七次 一样有七个重点 所以为什么我要用七次去生 是有它的意义的 神造万物 人独尊 始祖为命 罪禅生 死死死死 死死死 生生生生 生生生生 好 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 那创世纪有七个死 七个生 那最后讲到约瑟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七也是创世纪 和七生路的数字 刚才陈牧师特别问到 马来福音家 为什么讲十四代 不是十三代 不是十二代 不是十五代 那实际上 有些代将算起来是十三代 那最主要是七 十四是七的大部分 七的大部分 七是圣经 关乎上帝主义的数字 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些话 关乎上帝主义 安息是七 对不对 上帝创造 待休息是七天 七天 我们看创世纪讲的最后 约瑟 约瑟为法老解梦 有七个荒联 七个风联 对不对 那就 荒联就代表死 风联就代表火了 又火路了 当然 风联在前面 那就讲到七个死 跟七个生 所以七在创世纪 其实不仅创世纪 七十路也是 其实七印七号七万 七的那都是七 七是上帝旨意 非常重要的数字 有点概念 好 下来看 七个死 那死是怎么来的 死当然是 先别照 我右边还有东西 吃分别三无数的日子 必定死 第二个是该隐的死 对不对 该隐刚才离开夜晚了 只有走一条死路 大洪水来 该隐的后裔中文网 第三个是亚当家福 有没有人读过亚当家福 觉得没味道 也很有味道 不管哪一个人生下去 就生儿养女 就什么 就死了 就死了 不跟你读 每个人都要强调一遍 生儿养女就死了 生儿养女就死了 不嫌多什么 不啰嗦的 因为不这样提醒 我们知道 人生在虚空的话 其实无非就是 生儿养女就死了 大声一点 生儿养女就死了 所以亚当家福就一再强调 每一个人都是生儿养女就死了 唯独以诺例外 与生同行 第四个呢 大洪水的死 对大洪水不用说了 灭亡 第五个 所得玛的死 第六个 圣灵的死 第七个 约瑟的死 我稍微把它解释一下 为什么吃分别善良福的日子 是死了 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叫命定 那该隐的死 他离开神的面 以后他就跟神无份 跟神无份 结果就死了 亚当家福的死 我刚才讲的 生儿养女就死了 不论你再有钱 学问再高 地位再高 最终 盖棺认定的时候 就是生儿养女就死了 这个圣经很有意思了 大洪水的死 代表审判 对不对 上帝的审判 而且是普世性的审判 因为整个地都淹没 普世性的审判 审判也是 默默审判的预表 彼得前书 特别提到 这个审判 那所罗马的死 最终之死 神的刑罚 对不对 所得马最大恶情 在神面最大恶情 第六个 圣民之死 刚才我讲到 创世纪 一直提到亚布兰的死 以赛的死 雅各的死 不要讲前面生儿养文就死了 我们这些人物的死 都讲得很清楚 但是他们的死是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有一个地方 就是在西伯仁 西伯仁 神预备的地方 那最后呢 约瑟的死 约瑟的死非常有意思 约瑟有没有埋葬 没有埋葬 讲约瑟是庭观埃及 所以有一天 你们上去的时候 要把我的身体带上去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着埃及是战死 那个迦南才是永远 迦南是什么 约瑟虽然庭观埃及 他心中已经天然 与上帝的应许结合了 有一天我这个身体 要带到迦南地区 这个是庭观埃及 当然前面几个人物 也都是一样 比如说亚巴拉以撒 站在西伯仁 那雅各也交代 亚巴的身体 移到西伯仁 他父亲那个洞 所以这个西伯仁 是有特别用意 特别用意 那这个死 我就来解释一下 创世纪讲死 还不是讲一种死 其实创世纪的死 有很多种不同的层次 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 最怕把它都成单一化 其实不同的状况 它的意义是不一样 创世纪讲到死 其实有四种层次 第一种与神隔绝 那就关系的死 那死为什么那么容易哀伤呢 因为就是隔绝嘛 天人用隔 亚当被逐出伊甸元死了 就跟神隔绝 上帝的灵不再住在人里面 这是一种隔绝 该隐被逐离开神的面 这也是一种隔绝 那吃分别善格出的日子必定死 其实第一个讲就是隔绝 为什么 亚当没有一吃就倒下去 哇 这个有毒 蹦倒下来死掉 没有这样 这样反而好解决 那最主要 那个死就是一种隔绝 隔绝 他们开始躲避神 跟神的关系隔绝 这是圣经第一种意思 第二种呢 身体必定死 当然这也是最带来的结果 如果罪人都不死了 那这个世界麻烦就大了 还好 这个全人都有一死 身体必定死 所以我说 生儿养女就死了 生儿养女就死了 包含神的子民 亚伯拉罕以撒亚哥就也死了 所以圣灵也不能免死 而基督徒在肉身都会死 但是呢 但是诗篇里面这就很宝贵 我们去读一下 在圣灵的眼中 看圣灵之死 极为宝贵 那就是 我们的死 在神眼中看 不一样的意思 跟一般人的死 是不一样的 那第三种呢 是死中有死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却有什么 审判 所以我刚才特别讲到大洪水 你不要以为大洪水 就是结局 不是结局 这个 彼得前书那边讲 等候审判的意思 所以那不是结局 还有最后的审判 就像耶稣讲的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却有审判 所以该隐的主类 索罗马的主类 有一天还都要等候审的审判 不是死了就算 不然末日实在没什么好怕 了不起断气 但是断气不是断气 我们知道还有流氓火火 等候那就很可怕 那第四种 死中有生 死人要复活 约瑟为什么要停关埃起 归葬家南 希伯来书其实已经给我们有提示 他们都在盼望那时候 有根基的成员 就是天上的家南 另有一安息的安息会神的殖民春流 所以亚伯拉罕到约瑟 这些信心人物死了 但是他们等候那座更美的家乡 我们刚才读过了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你看是死这个字 有四种不同层次的内涵 OK OK 好 那这信心的眼睛看见 就看见那个 始中有生 我们一起读 再读一下这个 来 那这信心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想在地医区庄上 与那和某一个地区神的沙山 等各一样 因为他能够那所有人的家乡 就是神所经营所欠上的 信心也挺感觉 这个我就读了 刚才读过了 好 那现在我讲七个生 创世纪也有七个生 第一个生什么 生命树的生 有人说生命树到底是什么 是那个果正特别吗 其实如果我们有整体圣经的思维 就知道生命树就是神之气 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 主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我们是知子 知子要藏领域葡萄树上 这人就多结合我知道 所以生命树的生 第二个是赛特的生 我们刚才读到赛特 这该隐离开业花的面 不再求告神 在赛特生以诺斯以后 他开始求告业花的面 也就是回转归向神的意思 所以赛特的家谱 就一直传到谁 耶稣基督的家谱 最后追溯到赛特 赛特到亚当 所以赛特很显然 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物 回转归向神 第三个是方舟的生 为什么方舟也是生呢 审判中的火路 不管洪水再大 你在方舟里就是火的 没有问题 方舟的生 第四个 亚伯拉罕的生 亿人必因性得胜 对不对 很清楚了 亿人必 第五个 以撒的生 以撒也是代表生 不过这个生 跟前面的意义不太一样 我们读这段情文 大概就比较概念 请 好 这边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 以撒就是应许生的 对不对 唯独那从应许生的 应许生的才算死 所以以撒是应许生 应许生对我们非常重要 我们都是应许生 以撒的生 重要的表达 雅各的生 第六个雅各的生 雅各的生代表什么 上帝工作的显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 三十五章 求大师接一起读 这就是刚才加拉太属下 要请他做新造的原因 我们这个人有 基督生命的彰显 所以雅各 他神在他身上工作 做到一个地步 他的生命就显出 那以色列的荣耀 这就是雅各的生命 那最后的约瑟的生命 约瑟成为那个 七荒时代的拯救者 圣经给约瑟特别的地位 没有把约瑟放在亚不拉以撒雅各 放在一起 因为约瑟他的角色 是预表拯救者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来看一下 诗篇 这个没有 诗篇105篇 16节到19节 其读 我记得很多主日学的老师 像约瑟很喜欢用四个衣服来形容 约瑟的一生 约瑟是采医 然后血医 无医 最后光明 喜马医 那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 从荣耀 这边讲到 上一天打发一个人 成为一个世代的拯救者 叫人可以因他屠生 这个的确表达了意义 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约瑟 就讲到约瑟与他的弟兄兄别 兄别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 他是上帝启示的另外一个重点 所以不是跟亚不拉以撒雅各同类 那生在创世期也有不同的意义 生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人与神关系的恢复 赛特就是一个代表 赛特归转归向神 那生也是代表生命 这是一种活的状态 好像我们吃生命树 那我们活出来的见证就不一样 像雅各的生 像以色列 那是一种活的状态 那第三种 生是永生的把握 永生的把握 脱离神的审判 如果我们在亚不拉之约 或者在方舟里面 那个生都是代表永生的把握 OK 所以生的意义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见 原来创世纪 讲了这么多的人物 讲了这么多人物 讲了这么多事件 其实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两条路 一条是死路 一条是活路 谁要感受到了吗 一条死一条活 死路是什么罪的结果呢 那罪是一种状态 什么状态 远离神的状态 就像该离开叶华的面 当雅各持分别上了主 因为他要如神一样 意思说他不要神 阿别坦也是一样 都是远离神的状态 那背离神就成了一条路 这个路就渐渐趋向死亡 好像我们离光越远 离黑暗就越近 所以真言书就提醒我们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成为死亡之路 那活路是什么 人转向神 神的路 那问题是 人转向神的路在哪里呢 创世记也把它想明出来 他就一组一组对比 我先讲这个对比 创世记啊 讲这个死亡跟火路 其实都是一组一组出现 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讲生路死亡 你看生命树是火 三个树就是死 对不对 这个很清楚的 第一组对比 第二组对比的 我们就看盖颖跟赛特 盖颖离开叶华的面 赛特是什么 刚才读的 求告叶华的明 盖颖离开叶华的面 他外表像都成功 跟那个伊嫂一样 他的三个儿子 个个都出类拔萃 都是人类的祖师爷 对不对 看你们看 畜牧的祖师爷 这个吹消弹气之人的祖师爷 一个是工业的祖师爷 铜铁利器 军火业的祖师爷 各个出类拔萃 但是没有用 实质上倒着败坏 你看那个拉麦 其实今天 也就是干颖世代的重业 拉麦世代的重业 凶暴淫乱 那赛特求告叶华的名 就回转归向神 他把上帝荣耀就传承下去了 这个是第一组 第一组我讲的比较详细点 后组的对比 还有还是一样 亚伯拉跟罗德 我这个礼拜天讲到 就要把亚伯拉跟罗德 比较仔细地讲 亚伯拉跟罗德 罗德最后 走到罗德马 以后神把罗德马毁灭了 对不对 那条路就是对比 一个是亚伯拉罕 对不起 那以撒跟以撒马 一个应许生 一个血气生 把我在加拿大福 多的力气讲这个 第三个 亚伯拉跟以撒 又是一个对比 一个什么 把长者迷分骂了 一个是 就是抓住上帝的应许 所以后组的对比 就是一组一组一组 这个一组一组 都是让我们看见 死路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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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刚才讲 如果我要活路 那人类已经犯罪 那个活的路要在哪里呢 活的路 你看 那就是说 我怎么转向神 生死死生之中 我们看见上帝的预备 上帝的预备 借着祂的拣选 借着祂的应许 就呈现 第一个应许 就是女人的后领 要打伤蛇的头 这是第一线曙光 第二个呢 洪水中的放收 洪水中的放收 彼得前书就用 洪水中的放收 讲到在基督里的 安全可靠 你的前书 对不起 二章二十到二十 二个表 第三个呢 亚伯拉罕的后领 不是二章 三章 亚伯拉罕的后领 叫万国得福 那个后领是指谁啊 叫万国得福的后领 不是我们啊 把罗说上帝不是指的许多人 乃是指的一位 就是基督 对不对 这是叫万国得福的后领 对不起 我前面写的不完整 叫万国得福的后领 叫万国得福的后领 那个是亚伯拉罕的后领 第四个呢 上帝预备的羔羊 刚才有人问我 为什么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上 献以上 其实就是一个很清楚的预表 讲到基督成为为人赎罪的羔羊 所以讲在神的身上必有云 对亚伯拉罕以乐 我在这边顺便再跟你们提 在解经上 那个结构性 我为什么一再强调结构性 其实上帝的东西常不是单独出现一次的 他是借着几次来相互印证 比方说 你们知道摩利亚帝 后来在圣经 不是叫以撒 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到摩利亚帝 摩利亚帝后来在圣经出现几次 重大时间 这三处都有关系 第二处 大卫 俗典 百姓得罪神 以后上帝的愤怒怎么止息 就在摩利亚帝的 亚劳拿的河场上 先翻译 又是一个 那又是上帝指示 请注意三次都是上帝指示 第三处 上帝指示什么地方 见圣殿 我请你们看一下好了 也许你们圣经不能说 请翻到历代之下 历代之下 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三章 第一节 二七十五 请 请我们注意 圣殿 那边所见的地址是 所罗门自己挑的吗 还是大卫自己挑 都是的 上帝指示 所罗门在这边特别讲到 是耶和华向他赴大卫写的摩利亚山 就是也不是很等等 大卫所指定的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 知道这个摩利亚山 大卫在摩利亚山在那边 献祭赎署 是上帝指示他 那同样 亚布兰献祀上帝指示他 同样 这所罗门讲的话的意思 圣殿的所在地 也是上帝指示的 所以这三个地方 同样都跟一件事有关系 什么事啊 献祭 献祭 对不对 大卫所这些献祭 你不用说 请问圣殿的第一关是什么 献祭 祭坛 其实这就是代表一条 人跟神和好的通路 所以亚布兰献以撒 不是一个随便指示的地方 也不是上帝考验 亚布兰的信心而已 最重要是后来生死的 他所说的话 在什么深山上必有预备 好 这是 再来约瑟 刚才已经讲过 约瑟不讲了 所以 我们看见吗 创世纪一方面 讲到人的死度跟活路 一方面 就指示了 那个活的路在哪里 对不对 活的路 是上帝预备 OK 那你这样就看见 原来圣经真的很奇妙 我这样讲圣经 你越懂越发现 这个结构 不是摩西子想得出来的 这个结构 真是上帝的启示 一步一步 讲到人的死度活路 这个中间还包含了 上帝的预备 这个不得了 而且不是一次提 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各个不同的角度 来把基督的救恩 把它呈现出来 你不觉得很奇妙吗 OK 那这样我们就知道 就知道 圣经 从创世纪开始讲 生命之道 圣经不是到愿意 在讲生命之道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 圣经三十章十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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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三十九节 你看这边 神借着摩西在这边讲 我们要牵选生命 不是要你拣选一个 比较好的宗教 是拣选生命 知道吗 生命不是宗教 宗教是叫人死 宗教是叫人死 唯有生命叫人活 所以主耶稣在讲 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复活 一定要了解圣经的路 圣经启示的脉络 脉络 后面也不用讲了 我最主要就是让大家体会 圣经在启示 有没有切构性 交织 完整 绵密的一个切构性 所以当我们读懂 我们就觉得生命太伟大 不是人的脑袋想出来的 你们会不会觉得创世纪 这下突然比较动 不是一些很精彩的故事 它根本就是一个绵密的网 把生命之道给你呈现出来 死路还是活路 你要拣选什么路 要拣选活路 所以创世纪里面那些故事 一个一个都是对比 都是死路活路 看你要拣选什么 那透过这样一个大机构 你再去读这些人物 你就发现更有意思了 其实这个活路里面 有一些幼层族出现 亚伯拉 以撒 雅各 我刚才讲 这三个又是一族 你不要看这三个 神本圣经的纠论发展 就从这三个 宝贝江求人就是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称义的入门 儿子的地位 就是后世的地位 跟神章身上 生命的恢复 你看那么完整 非常奇妙的 有整本圣经的发展 顺着这条线 一直出去 所以创世纪要读清楚 圣经就了解了 叫马恩圣 创世纪读不清楚 就糊里糊涂的 感受到一点吗 有没有感受到一点 有没有感受到 读经有味道 开始有兴趣一点 有兴趣啊 那你读圣经 千万记住要有 结构性的思维 你不要这样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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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见它是一头像 一个救恩上 你启示的救恩图像 不是大象的像 不像是一个上帝启示的 救恩图像 你再其中 再把它一块一块解开 我没有把它解构 只是把结构抓给你们看 如果你一块一块解开 每一块都是一篇道 都是一篇道 都是很丰富的信息 很丰富信息 不要讲一个以扫以统 就让我们可以思想很久了 对不对 一个架谱 我这个礼拜天本来增长很久 到底有跟你们讲 生而养你的智慧 还是跟你们讲 信心与先知的抉择 其实神的道多好 不要非常美 要把它查清楚好了 我们的信心有增加 你知道我阅读圣经啊 我的信心也增加 我知道我所传认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人想出来的东西啊 只有上帝能启示吗 这么这么绵密的一个 一个救恩网 好像一个network啊 一个救恩网 有横的有重的 根本不是你人的脑袋想出来的 好 äg 对 意 对 但